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从来没有一句二言给我 就刚好结婚就满40年 他走掉 我哭到眼睛我都快瞎掉了 都模糊了 我感觉到不对 我就转练 来这里就是陪伴病人 最主要的是他们心情假不好的话 有什么在那边遗厉的话 会不开心的时候 会来这里找师公聊一聊 那我们要运动 你脖子不要衰起来 我就习惯了 习惯什么 习惯不想戴帽子 戴帽子也是 因为自己得了乳癌 我想说我自己检查到 都像被天打雷匹一样的 这样子恐慌 我想说进来 也看能不能帮助医生 像我这样的心情的病友 给他们不要恐慌害怕 能够走来西方小站也是一种福气 给病友 他们有一种希望的感觉 不会有那么的绝望 这样子 我脚气池燕做志工 一天下来 回来所看到的一些记忆 还有一些感想 我会给他收 我这样一路走来 在西方小站也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 真的得到很大的服务 也让我走出悲痛的阴霾